大家好,我是可嘉妈妈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每天为您分享各种实用的养生知识 希望能给您的身体带来健康 天气慢慢变得寒冷了 很多孩子都有感冒咳嗽的症状 可把家长愁坏了,不知该如何处理 吃药打针也不见好转 时间稍微一拖,风寒感冒,化热 症状就变得咳嗽,黄白糖,扁桃体发炎,喉咙痛 各种症状就跟着来了 有个民间偏方就是橘子 用新鲜的橘子这样搭配它一起喝 效果真的非常好 对于咳嗽很管用 那么橘子皮煮水为什么能止咳呢? 其实这个橘子外皮里面含有橘红成分 是我们临床常用的一味止咳化痰的药物 它与橘皮一样的药性比较温 加热的时候它会渗透到果肉里面 对于咳嗽有痰,气机不畅,痰湿,体质患者 效果都非常的好 我们首先要准备两个新鲜的橘子 先把这个橘子皮给它包下来 然后再用清水将它们表皮清洗干净 橘子作为一种常见的水果 大家都知道它的果肉甜 充满了维生素C和营养 然而我们在享用橘子的同时 经常会忽略橘子皮也是一个宝贝 橘子皮通常被人们当垃圾扔掉 其实橘子皮中含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 尤其在缓解咳嗽和呼吸道问题方面特别的出色 我们都知道咳嗽是一种常见的问题 无论是感冒、过敏以及呼吸刺激物质 咳嗽都会让人感觉不适 而市面上很多的感冒止咳药 也含有一定的副作用 因此我们可以选择这种 无任何毒副作用的方法来缓解 橘子皮足水对于增强免疫系统 抵抗感冒和病毒感染都有一定的效果 维生素C还能够减缓炎症 有助于缓解咳嗽引起的喉咙痛或者是痒等症状 只需要用清水给它淘洗干净就可以了 放在一旁备用 这个橘子的果肉的话 橘子这些糯我们不要去 直接把果肉给它掰成一掰一掰的 其实上面这一层白白的橘子糯 它也是有一定的要用价值的 橘子是常见的水果 美味爽口而且它含有一定的汁水 富含维生素C如果每天能吃上一到两个的橘子 对人体是有很多益处的 相信很多人都喜欢吃橘子 但吃橘子如果直接吃的话 并不能达到养生的效果 用橘子今天这个方法是比较温和的 基本上人人都可以去尝试 这个方法在民间已经流传很久了 也算是个偏方 主要针对感冒后化痰止咳的效果特别神奇 尤其是对于孩子 咳嗽效果真的很不错 我们家不管是小孩还是大人 每次感冒咳嗽我都会这样做 效果都非常好 所以今天才来给大家分享 接下来再准备一小块的生姜 生姜的话是不需要去皮的 直接把表皮给它淘洗干净 刷洗干净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生姜皮是属于良性的 而生姜的肉是属于温性的 这样搭配着一起吃效果会更好 生姜它最常用的就是在厨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不管配菜还是去腥真香 都有一定的作用 但是它在中医方面也是一个重要的角色 大家都知道冬吃萝卜下吃姜 但是有些人却忽略了冬天吃姜的绝佳养生效果 甚至还有人物认为冬天不能吃姜 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食材 有一次冬天早凉了 头痛发冷 打喷嚏 咳嗽 那我的妈妈就给我煮了一些姜汤 喝了之后从里暖到外 出了一身汗 生脂顿时轻松了很多 生姜的驱寒能力是很强的 如果您发现自己打喷嚏 感冒了 就要及时喝一些生姜 来及时驱寒 这样就可以有效的防止感冒加深 尤其是天气冷 呼吸道就不太好 一受凉就容易咳嗽的人 或者是有白色糖液 这就是所谓的寒咳 那么用这个方法是特别管用的 生姜和橘子皮 它们是绝配 缺一不可 生姜切好片之后 直接把它放入锅中 橘子皮也加进来 接下来准备适量的冰糖 冰糖的量根据自己能接受的甜度来增减 冰糖不仅能增加味道 还能够润肺止咳化痰 冰糖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A 能够保护我们的呼吸道散皮 预防呼吸道感染 从而起到润肺作用 冰糖不仅能滋润喉咙 缓解干燥引起的咳嗽 还能稀释呼吸道 炎症和分泌物的粘稠度 使糖也更容易咳出来 使我们的嗓子 立即就变得清爽起来 从而有助于此咳化痰 接下来加入大约500毫升的清水就可以了 然后扣盖给它煮15分钟左右 亲爱的朋友们 视频看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动动您发财的手 在下方给我点一个免费的小爱心 感谢您的支持 时间到后我们打开盖子 这个时候橘子皮里面的营养物质 完全融入汤中了 我们用筷子将这个橘子皮给它夹出来 不要了 然后再把橘子的果肉给它倒进来 扣上盖子 再用中小火慢慢煮 再煮5到10分钟左右 把橘子的果肉煮软烂一些 时间到后我们打开盖子 看一下 一股橘子的清香扑鼻而来 看看每一掰橘子都是晶莹剔透 看着就特别的好吃 这样煮出来的橘子 特别的软烂 而且酸酸甜甜的口感 不管是孩子 他也是特别的爱吃的 如果在这个季节 你家里有人感冒咳嗽 或者是经常散着不舒服 咳出来的是白糖叶 晚上一整晚的咳 咳得都不得安宁 我根本没得睡的那种 一定要煮这道汤给他试一下 这样煮不仅润心还润肺 特别是早上起来 喉咙总是卡起卡起 咳不出来一定要喝哦 对于呼吸道 它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的 看完这个视频一定要把它收藏好 万一用得上呢 就算平时没有感冒 没有咳嗽 也可以经常煮来喝一喝 能够有效的预防感冒的发生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